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传媒 我是Gary 刚刚传出了一个大新闻 就是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 他在做一个手术的时候 传出了病危的消息 对于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 一个独裁者 这是一个好消息 可是呢 面对一个生命来讲 我们有不一样的看法 刚刚我采访一下我家的小护士 说面对这样一个病人 作为一个专业护士 明知道他是一个暴君 你抢救他以后 一旦把他救活了 他的病好了以后 他会去害更多的人 那么你要不要救他呢 我们听一听专业护士的答案 刚刚听那个新闻说金正恩要不行了 心血管疾病什么手术啊 身体有问题了 你咋看 金正恩 我还是朝鲜人 我就觉得他死的比较好 有可能可以跟韩国一起 让你这个韩国给捅毙了 是吧 过好日子 过好日子 那你不是护士吗 那他又是你的病人你咋办呢 我的病人 对啊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我觉得 作为医护士员 那肯定是有自己的职业抄手 那肯定不能怎么递他吧 如果是我真是他的护士 我也不能怎么递 你尽全力抢救 和不尽全力抢救的后果是不一样的 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假如你不尽全力抢救呢 也没你什么责任 但是他可以挂 如果你尽全力抢救呢 但是他会祸害朝鲜人民 你怎么选择 作为是个护士 医护人员来讲 还是要尽最大的力去抢救啊 因为他毕竟是病人 是个人 然后不能因为他是个坏人 嗯 至于说他能不能抢救过来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这个就是真的是老天自有安排吧 也许是吧 我觉得作为 应该大部分的作为医护人员来讲 还是有职业道德 你说你的病人 你就看着他明明知道是个魔头 之前传说新闻说嘛 只要朝鲜发现了那个 有得这个病毒的 然后直接就被枪决了 这么个人啊 是 他是 是个暴君嘛 对啊 不能怎么办 还是把他当作是病人 如果我是医护人员 这是个难选择的问题啊 明明是个暴君 明明这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这个魔鬼一样的人 然后你还要救他是不是 我知道 现在世界在区别 哪个国家都在改变 反正之前还以为说 这个朝鲜没事 你看这个病毒控制多好是吧 那个第一时间就封关 原来他最了解这个病毒是吧 他最了解共产党的事 所以第一时间封关 然后发现一个枪决一个 好像他那个朝鲜一个高级官员是吧 隔离期间去公共浴池洗澡对吧 好像直接被拉出去枪决了 嗯 不知道 反正我知道有一个官员 外交官员 好像跟他说 不让他去中国访问他去了 去了回来以后就直接枪决 那好像我们说的是一个人 这个真是个难选择的问题是吧 你说你明明看着他 看着他就是个混蛋 就是个非常非常可恨的人物 还不是说一般的罪犯是吧 你把他救活了 他会害死更多人 那你这怎么选择 就像做医护人是不一样的吧 因为比如在香港的时候 反送中的时候不是有警察打那个 打那些游行的人嘛 然后结果他们就请黑社会的老大 去做打手嘛 结果老大不是晕倒 心脏病突发 然后就晕倒了嘛 当时那个医生也是有抢救他 那你说站在什么角度上面讲的 那你说你可以不抢救啊是吧 但是作为医生来讲 他是个病人 他是个生命 所以那个医生抢救了 而且抢救了过后 还跟他讲了很多话让他那个 不要再作恶呗 对让他那个什么 弃恶重善是吧 对于生命来说就得尽自己责任了 对吧 对啊 你说那个金正恩救他的那些人是吧 抢救他那些人 一旦有一个是吧 觉得这个事就有意思了是吧 把他抢救了 咱们这边这些人都不想活了 对啊 呵呵 呵呵了 拜拜